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紅雀 Ray Sparrow 有拍過康斯坦丁驅魔神探 我是傳奇 以及飢餓遊戲系列的導演 Francis Lawrence 指導 主演的是飢餓遊戲的主角 Jennifer Lawrence 配角非常的豪華 有光臨中完全看不到臉的 Joe Agerton 丹麥女孩的Mathias Souness 愛情天文學 還有正義聯盟裡面的最新一任阿福 Jeremy Ahrens 以及45年中的影后Charlotte Reppelin 紅雀是一部限制期的驚悚諜諜報片 有蠻多暴力和血性的鏡頭 真假難分的燒腦故事 背景發生在俄國 是一部相對冷調寫實 然後劇情取向的諜報片 它不像是聲勢命令 或者是金牌特務那樣的 爆米花取向的電影 是一部有亮點 然後開頭拍得蠻吸引人 劇情錯綜複雜 但是不夠好的電影 故事敘述 Jennifer Lawrence 飾演的芭蕾舞者Dominica 她被政府吸收為一名情報特務人員 也就是所謂的紅雀 故事大概就是說 她如何成為一名特務 然後在這個充滿危險的環境 還有任務中 利用自己的姿色還有智慧 成功地存活下來 要說近年來我覺得最棒的諜報片 一定就是Gary Olderman 主演的《諜影行動》 相當的真實、乾淨、有力量的諜報電影 我大力的推薦大家去把它找來看 再來可能就是相對比較熱鬧的 《皇家夜總會》或者是《神鬼認證》系列 這類型的諜報電影相同的點都是 它在敘述國家體制下的一個個人行動 以及周遭充滿民團的故事 不人道的各種行求啊 尼泊我常的跟蹤啊 這部《紅雀》大概都有這些東西 不過最大的不同的一點 當然就是她主角的性別 她以女性為主角 展現在父權體制之下 不可小看的女性力量 在《紅雀》裡面我們就看著女主角 面對著身邊各式各樣的男人 一個個過關斬將 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控制 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可惜的是這個導演 終究不是神力女超人的Petty Jenkins 《紅雀》比起神力女超人 她更像是真款鑽 她只是一個可以打敗男人 比男人更有手段的女人而已 這樣一來 這個性別的意義就少了許多 或者說《紅雀》比較像是 生活在高壓的父權體制之下 被扭曲的女性故事 這部電影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特務學校裡面的那一段 她啟發了主角的天分 Charlotte Reppelin飾演的射堅 她演得超級棒 她說每一個人都是慾望的拼圖 你只要填補她 她就會告訴你任何事情 這很簡單 這就是操控 看到有一個人想要的東西 你就能操控她 有的人想要權利 有的人想要認同感 有的人想要安全感 正因如此 主角做了很多讓我們意外的行為 她非常的懂得 如何運用每一個人想要的是什麼 去操控別人 以一個女間諜來說 她真的是非常的有天分 又學得很好 Jennifer Lawrence 在這部電影裡面 花了非常多的苦心 練口音啊 然後學芭蕾舞啊 我喜歡她在這部電影裡面 沒有什麼表情 很壓抑情感的臉孔 但是看起來 她去詮釋這樣一個離她比較遠的角色 還是不夠細膩而真實 配角上美國探員這個角色 看起來實在是有一點太笨了 好感情用事又英雄主義的美國性格 類似的角色 Tom Hardy 在那個 電影行動裡面表現得非常的好 被網友拿來說 影射普丁的主角的叔叔這個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看起來是這部電影裡面智商最低的 Jeremy Irons 則是非常非常的讓人希望 我們老了可以有他的一半這麼帥 他的氣場真的好好 導演其實拍的很多地方很好看 很多大膽而美不生收的鏡頭 可是看到最後還是會覺得劇本很精彩 而導演只是把劇本最上面的劇情拍出來而已 更深層的內涵還有角色的心境等等 都被導演放在比較其次的部分 比較看不見在這部電影當中 而且還有一種大美國主義 美國政府最正直最善良的味道在 我覺得前三分之一很精彩 後面就變得比較像是沒有精彩動作系的好萊塢電影了 是精彩好看的 但是就是沒有把這部疊爆片的精髓展現出來 好我還是要來稱讚一下《紅雀》的劇本 每一個人物關係都建立得相當的撲朔迷離 亦理亦有 從一開始故事開頭就是非常黑暗的人性 然後故事中留了非常多的空間去讓我們猜想 我在看的時候覺得很有樂趣的一點就是 我要一直很小心的不要掉進這個劇本 給我們設計好的陷阱裡面去 這個故事很愛讓你覺得一下子是這個樣子 下一秒又變成那個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笨為什麼剛剛沒有看出來 有寫過《真愛旅程》還有《救命解藥》的英國編劇 《Justin Hatter》 改編自由美國中情局退休的小說家 Jason Matthew 的同名小說《紅雀》 而《紅雀》的小說還有另外兩本續集 合在一起是一個《紅雀》三部曲 這是一部較為細膩寫實的諜報片 但是與之前出現過的類似諜報片來說 《紅雀》跟他們還是差了一段距離 如果你是Jennifer Lawrence 的粉絲 我會推薦你去看 他在裡面還是有相當多的突破性的演出 或者你是像我一樣非常喜歡裡面的其他演員的話 《紅雀》它就是一部還OK的電影 我不會大力推薦 但我也不會不推薦這部電影 《紅雀》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